在《影城回忆录》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 谭虚发誓说的 大载寒窗多乐阴 你看那一段 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 接触到佛法 知道佛法好 对楠言经非常喜欢 有几个志同道合 天天在研究 天天在读宋 也是鸡免 不成熟 北方很少有人讲经 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 依照这个方法来修修 但是他们非常难得 能够一不经 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谈 学习 能支持八年之久 难得 有这么长的时间 多少有一点功夫 这一点功夫 就非常难得 就非常稀有 感动这个鬼神呢 来求超度 他那说的 那不是他 是他一个朋友 他们后会开了一个小药铺 维持生活 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 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 打瞌睡 他的一个朋友 打瞌睡的时候 打瞌睡的时候 就看到的时候 有两个人进来 这是他醒了以后 跟炭拉他们说出来的 跟炭学化者说出来的 所以来的这两个人呢 是过去年轻待出 为了财务纠纷 打官司 这官司他打赢了 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 为这段事情 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 得债的时候 把那两个人逼死 他也感觉到相当愧疚 这两个人来了 去找麻烦了 怕是报复他了 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 这个面色呢 很活气 在心里也别干了 就问他 你们来干什么 他说来求超度 这个他心就按下来了 他说不是来找麻烦了 超度 他说行 那怎么超度法呢 只要你答应 就行了 那可我答应你 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 拆着他的膝盖 拆着他的肩膀啊 就身体 你看 只要是答应超度 就行了 你说 凭什么力量呢 凭霸载寒窗 都楞严的力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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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